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一趟新竹北埔老街 熄來攘往的人群中 擂茶兩個字 不斷吸引著人們的目光 覺得不錯 好喝 我們冰得一杯才三十而已 一杯三十來 喝喝看哪個 擂茶冰沙激動了毒辣燕陽 還有擂茶包餡泡 擂茶剉冰 而一般擂茶店 店家賣的 則是親身體驗 長長的擂棒 小手根本無法掌握 爸媽趕緊接手 每幾分鐘 花生 生茶和黑白芝麻 擂茶三藥角 已經在雷棒和雷波的摩擦間 有了最完美的結合 喝一口古物的香氣和油汁 要讓你用感動來形容 但是客家擂茶的最初 卻不在你我的想像之中 最早查到的文獻 就是起源於三國時代 那時候張飛 張飛在進宮武林的時候 在兵 那因為將士得到瘟疫 那部隊都無法前進 當時鄰近有一個老草儀 奉獻出他的祖傳秘方 就是三生湯 我們講三生湯 就是生米 生薑 生米茶 這三個原料 最早的時候 就您自己這樣子雷茶多年的經驗 如果說三生湯現在 你覺得口感 其實可以試試看 當然這個不難 恐怕大家也和我一樣 對三生湯是勁懈不敏 也因此雷茶要改良 推手之一的徐志淵卻說 最初並不容易 去問我祖父 那時候他八十幾歲了 他也沒聽過 真的啊 他以前是什麼樣的人 喝雷茶 我們北埔 傳統有在喝的 只有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一個家族江家 北埔的肯護手 知道吧 介紹北埔一定會講到他們家 有錢人家 雷茶要常名化 徐志淵一群人 從打造雷波開始 如今多樣風味的雷茶 繁榮了北埔 更讓雷茶成為客家 茶飲文化的代表 所以剛剛如果說偷懶的的話 沒有磨得很細的話 對 現在的口感的話 可能就會一顆一顆一粒 對 會喝結卡卡 甜甜雷茶喝硬了 也能加點九層塔 撒些鹽別有風味 怎麼喝都好 倒是這位雷茶達人提醒 雷茶時不偷懶 喝茶時才會有細緻口感 因為雷茶是自作自售茶 生茶、花生加上黑白芝麻 簡簡單單的結合 努力加工後 卻有不平凡的滋味 客家雷茶帶給我回味再三的感動時刻 我們要多久 極了 整個花量沒有 小菇 隨便 11 乾垃